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逃亡的举动立刻便被发现了 负责巡逻的士兵将逃亡者以长枪捅死在河里 而在营地当中 有逆藏的女真将领大声疾呼 试图趁着夜色钻华下军人数量不足的空子 煽动起大规模的逃亡 这是阎商卫数年以来第一次战败 虽然惨烈 但经历了一天的时间 仍旧能够减回一部分的勇气 有被分割开来的两个俘虏营地 大概六千余人参与了这场逐渐扩大规模的逃亡 由于河流地形的限制 他们能够选择的方向不多 负责迎击他们的大约是五百人的火枪队 在每一个迎击口进行了三次警告后 火枪队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射击 两轮射击过后 士兵换上刀盾长枪 结阵朝前方推进 作为女称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阎商卫士兵的凶残天下有数 即便没有兵人 徒手的他们对于普通人而言都是致命的武器 暴力的凶手 但在这方面 华夏军的军人并不见得有丝毫逊色 面对着城牌强烈的单薄盾墙 阎商卫的士兵们豁出性命 试图凭借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凶性 撞开一条道路 他们随后犹如呼啸的海巢 铺上了坚定的礁石 集结的盾墙抵御住了巨大的冲击 长枪随即刺出 将前列的士兵刺穿在雪坡中 之后盾墙翻开 刀光挥斩 将第一波重来的女真战士斩杀在眼前 之后盾牌翻回 再度形成盾墙 迎接下一波冲击 递将的光叶也朝着营地那端 靠近河流的方向发射过去 逃亡者死 冰冷的呼喊响彻眼睹 这一刻 对于这些还敢反抗的女真俘虏 华夏军的坑守们 事实上也并未给予丝毫的怜悯 有将近两千人死在这一夜的混乱之中 阎山为两万余人的反抗意志也随后熄灭了 宁毅在指挥部里静静地听完了望远桥边 压制叛乱的过程 他的面色阴沉 负责望远桥看守任务的 是二师的陈薇吧 唐柳安点头 是的 他的人才从前方撤下去 原本想让他稍作休折 彻离长直 立刻交代问题 为什么要搞成这个样子 是有意的疏忽 还是无意的疏忽 我知道他们家人有死在女真人手上的 他的战友有死在女真人手上的 但这样子搞下去 他就不用再领兵了 指挥部中的气氛顿时凝重起来 营毅敲打桌子 你们以为这就大快人心了 两万多人的刀枪都放下了 全杀了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你们是军人 给你们的任务是让这群猴子听话 不是让人报仇杀着玩的 这几天大家都累 如果是无意的疏忽 我降他值 如果是有意的 他就不配当一个军人 瞎搞 唐六安点了点头 要彻查这件事 整个事就此定调 负责谈判事宜的林秋站出来说道 这件事现在估计那边也知道了 天亮之后或许会借题发挥 我们该怎么应付 众人看着宁义 宁义挥了挥手 知道了又怎么样 把火箭弹拉出来 赵宗汉那边射几发 热死那把王八蛋 另外 今晚死了多少人 明天把人头给我拖过来送给他们 你跟高静义说 他们的人偷偷过来煽动俘虏逃亡 再有这种事 不用再谈了 直接打 金军大营之中高静义道 天明之后 我必以此事质问华夏军 华夏军的技术队拖着火箭弹 往前方靠了过去 对女真人煽动望远桥俘虏逃亡的事 做出了报复 夜尽天明 施令阵地 灵鹫走向高静义 在对方开口之前 将其骂了一顿 暴怒的对骂就此展开 三月初 西南 掩藏在施令谈判的和平氛围当中 一场大规模的战役 在山林里犬牙交错地 拉开了厮杀的帷幕 数十万人在间隔与紫州之间的山道上逃亡追逐 黑色的烟柱与火焰蔓延 无数的人的心血与尸骨肥沃着这片本就茂密的丛林 这是整个天下局面逆转的开端 数日后 这犹如谎言的消息 在江南的大地上漫连开去 有人惊恶 有人质疑 有人暴怒 有人茫然 有人流泪 有人欣喜 有人杂陈误会 有人无所事从 世界似乎在梦境中 换了一副模样 时间早已过了经浙 这一年的临安城 里里外外都显出了沉重与破旧的样子来 城内纵横的窄底 有的早已经失修了 主人家死后 又经历了冰祸的四面 宅底的废墟成为流民与破落户门的聚集点 反贼偶尔也来 顺道带来了捕杀反贼的官兵 有时候便在城内再度点起烟火来 玉街之上有的青石已经破旧 不见修补的人来 春雨过后排污的水倒动了 污水翻涌出来便在街上流淌 天晴之后又化作臭味 堵人鼻息 掌管政务的小朝廷和衙门始终被无数的事 产得焦头烂合 对于这等事无法管理的过来 事实上在这样的年月里 些许的臭气污水早已饶不了人们的清静了 一年前的临安也曾经有过诸多金碧辉煌 花花绿绿的地方 到得此时颜料渐退 整个城市大多被灰色黑色占领起来 行于街头 偶尔能见到不曾死去的树木 在院墙一角站出新绿来 便是亮眼的景色 城市褪去颜料的点缀 剩余了土石材质本身的厚重 知不知什么时候 这本身的厚重也将失去尊严 二月里 金国东路军的主力已经撤离临安 但持续的动荡 并未给这座城池留下多少的生息空间 女真人来时 屠杀掉了数以十万计的人口 长达半年时间的停留 生活在夹缝中的汉人们 依附着女真人 渐渐形成了新的生态系统 而随着女真人的撤离 这样的生态系统又被打破了 底层帮派 皇命徒们的火拼 厮杀每一碗都在城池之中上演 每日天明都能看到横尸街头的死者 相比起一年前的临安 此时城中的人口已经锐减 但每个人享有的生存空间并未随之扩大 而是大幅度的缩减了 这是因为城中的物资降低的幅度更大 皮包骨头的人们 为着往日里看都不愿看的微小利益 将同胞杀死在暗像里 为了几斤米 为了一个肉铺的利益 在火拼中死伤几十人 也算不得是太过奇怪的事了 我们无法指责这些求活者们的凶残 当一个生态系统内的生存物资大幅度缩减时 人们通过厮杀降低数量 原本也是每个系统运作的必然 十个人的口粮养不活十一个人 问题只在于第十一个人如何去死而已 只有少数人仍旧保持着不错的生活 与下一阵停一阵 利夫侍郎离善的马车驶过了脏水四溢的长街 马车旁边跟随前行的 是十名卫士组成的随从队 这些随行的带刀士兵 为马车挡开了路边 试图过来乞讨的行人 他从车窗内看着想要冲过来的 怀抱孩子的女人被卫士推倒在地上 墙堡中的孩子竟是假的 啊 穷升兼机 他心中这样想着烦闷地放下了帘子 这一刻真正困扰他的并不是这些每一天都能见到的糟心事 而是自西边传来的各种诡异的消息 自去年开始 以他的恩师武器梅 铁验等人为首的远古朝官员 势力投靠经国 推决了一名据说与周家有血缘关系的庞系皇族上位 建立临安的小朝廷 最初之时固然战战兢兢 被骂作汉奸时多少也会有些脸红 但随着时间的过去 一部分人也就渐渐地在他们自造的舆论中适应起来 其实建立着武朝的小朝廷 在眼下整个天下的局势中 或许也算不得是最最糟糕的选择 不超两百余年 到眼下的几位皇帝 无论是周哲还是周庸 都称得上是昏庸古道道行逆施 即便是夹在中间 再尾不到一年的敬平帝周济 也是求神问补的昏人 他以所谓的天师郭精为将迎战女真人 结果自己将城门打开 令得女真人在第二次南征时 无非吹灰之力进入便利 当初或许没人敢说 但如今看来 这一场敬平之耻 以及此后周济遭遇的半生屈辱 都算得上是咎由自取 武朝的气韵毕竟是不在了 中原江南皆已沦陷的情况下 些许的反抗或许也将走到尾声 也许还会有一些混乱 但随着女真人将整个坚果的状况稳定下来 这些混乱也是会渐渐的消黄的 毕竟这是一个朝代取代另一个朝代的过程 是接受这一现实 还是在接下来可以遇见的混乱中死去 如此对比一分 有些事便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而在另一方面 许许多多的人其实也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历史的洪流太大 太激烈 最近这段时日 李善时常觉得自己只是掉入了怒朝中的普通人 或者抓住手中唯一能用的木板努力的苟延残喘 或者放开手被潮水吞没 他能够在这样的小朝廷里走到吏部侍郎的位置 更多的或许并不是因为能力而不过在于运气 他拜了吴启梅为师 吴启梅成为朝廷的右相 他跟随而上 若不这样走 他其实也没有更多的选择 近来的几个月时间 总的来说 以吴启梅为首的势力军设的发展是颇为可喜的 小朝廷之中 吴启梅原本屈居右相 权力最大的乃是所向铁燕 和铁燕的不少势力来自于福建的军队 年初长公主周佩用计拿下福州 杀死铁燕堂弟 铁三雾后 铁燕的声势便降了下来 而不乏更为稳健的吴启梅不仅扩大了声势 也在一定程度上更多的得到了女真人的赏识 眼下的临安朝堂并不讲究太多的制衡 吴启梅声势大振 其余的人便也积权升天 作为吴启梅的弟子 李善在吏部虽然仍旧只是侍郎 但即便是尚书也不敢不给他面子 近两个月的时间里 虽然临安城的底层状况依旧艰难 但许许多多的东西 包括真丸、地气 每人都如流水般的被人送到李善的面前 这样的状况中 李善才这辈子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大势 什么叫做时来天地皆同利 这些好处他根本不需要开口 甚至拒绝不要都觉得伤害了别人 尤其在二月里 金兵主力相继撤离后 灵安的底层局面便再度激荡起来 更多的好处都被送到了李善的面前 在可以预见的不久之后 这些信息 他所经历的这一切 都算得上是天堂一般的美梦吗 与之后世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续》 第一千零三十五集 《坠续》 《坠续》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